非说不可第102集 今天是2023年的9月8日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说到 在9月份将要有大的事情发生 这毕竟是我的一个判断 但是没有想到真的就要马上发生了 也是非常的巧合吧 今天9月8日是NUG领导的人民国防军建军两周年 英勇抗战的两周年 从无到有 拿着冷兵器还有这种小米加步枪 现在发展成成 现在发展到现在拥有了比较先进的武器 包括无人机在战斗当中都取得了巨大的一些成绩 所以NUG的代总理杜瓦拉希拉 还有国防部的部长吴一蒙 都分别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也就是说最后的决战将要开始了 他们的讲话的意义非常之重大 也鼓舞了缅甸人民 那飞格来翻译一下他们讲了什么内容 首先翻译的是国防部长吴一蒙的讲话 现在是为最后的战斗做准备的时候了 年轻的人们别无选择 只能武装反抗 消灭那些依靠武器奴役缅甸人民的缅甸军人 人民抗战和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 可以说革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政治和军事各条战线上 PDF还有各种力量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很明显缅甸军方已经沦为了劣势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该如何准备最后一战 一击致命呢 最重要的是提高指挥PDF的战斗能力 如何组织培训提高这些士兵的战斗能力呢 PDF将会得到更好的训练 装备更好的武器 如何提高士兵的士气 我们已经决定革命 我将参加革命 直到革命的胜利 他们必须以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才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 纵观人类的历史 年轻人经常是参加人类组织 对抗和消灭邪恶力量的中间力量 他向试图摆脱军方奴役的年轻一代 表示深深的敬意 缅甸军事集团对权力的贪婪 自私的贪婪毁了缅甸这个国家 也毁了青年们的未来 他讲到军事奴役的生活 意味着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缺乏做人的基本的尊严 年轻人必须选择是在失去 作为人生活当中跪下来 还是要奋力的夺回失去的人类的尊严呢 数千万缅甸青年选择了第二条路 不是跪下来 而是选夺回自己的尊严 他们建立了由年轻人领导和参与的 人民国防军PDF 青年们别无选择 只能去战斗 消灭那些依靠武器 奴役缅甸人民的军人 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 就是勇往直前 这是NUG国防部吴一蒙部长的讲话 我摘取了一部分 分享给大家 首先戴总统讲到的还是说人民国防军将要进行战略大反攻 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决定 对缅甸军方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吧 接下来他的讲话就是说到 不为任何困难 推翻军方的统治 联合各个部队和地方盟友 一起向军方发起最后的反攻 我特别呼吁各地方人民国防军 各地方的群众建立起团结一事 对军方实时进攻 为了镇压军方 我们需要统一公正 建立有序的指挥系统至关重要 因此我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 实现最终革命胜利的目标 民族团结政府及全体工作人员 正在执行赋予他们革命的权利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参与到了这场伟大的战争 NUG政府必须要倾听民众的声音 这样才会使NUG政府运作更加有组织性和效率性 我呼吁人民国防军PDF和各个部门 尽可能倾听广大人民的声音 更好的有效的机制为人民去服务 时刻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 为人民服务 再次为敦促大家不要施加更多的负担给人民 因此伤害到了人民 人民国防军和地方人民国防军 再次感谢你们的勇敢 和你们为了这国家所做出的牺牲 不为任何困难推翻军人独裁 并在前线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斗争 我们的革命始于反对不公正的待遇 手持棍棒刀子和镰刀 能够在这两年内有这些简陋的武器 而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解放区的范围不断的扩大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功劳归功于 人民国防军艰苦的努力 也感谢公众对人民国防军的支持 我们政府 NUG政府优先考虑武器的供应 我们将克服挑战并满足战略需求 特别向当地的民众发出呼吁 国防军建立一支群众的力量 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并对军方实施更多的进攻 为了战胜军方 我们需要建立有秩序的指挥系统 至光重要 因此我呼吁大家团结一致 实现革命胜利的目标 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 再次提醒革命战士 始终坚持在战场上的军事行为准则 想强烈警告那些在军方工作的人们 要尽快的离开军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我们将要继续走的革命征程当中 许多的困难等待着我们 这需要我们革命的力量团结一致 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亲爱的人民国防军 各个补装部队 我们是人民的抵抗力最强大最活跃 我们有能力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也要感谢少数民族武装的经验和支持 有了他们才让我们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今天人民国防军可以战略性的对抗了恐怖的军方 因为宝贵的军事训练和武器的供应来自于民族武装组织 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些并永远的感到自豪 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废除一切的暴政 包括军事独裁建立联邦的民主制度 强烈呼吁大家携起手来 共同奋斗 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去战斗 军方独裁即将被清算 他们很快就会崩溃结束 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到今年的8月底 恐怖的军方杀害了4023名平民 军方对平民村庄住宅宗教场所进行了1400次的空袭 恐怖的军方公然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啊 所以我强烈的请求全国人民和各个国际的援助 尽快的去更多的支持缅甸NUG政府 让我们更快的结束这场战斗 呼吁国际社会对军方进行更大的制裁 不让他们去买到更多的武器和军方的飞机需要的燃料 不让军方参加各种国际社会的国际社会的会议 让他们不能去在国际舞台上去出现 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 由于军方的顽固斗争 顽固的独裁造成了大量的民众逃离失所 包括若开帮 包括在飓风当中受到影响的若开民众啊 因此国际援助 现在因为军方的阻挠 不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缅甸民众 我希望国际社会更多的这些救灾 能够直接对这些最需要帮助的这些灾民和难民啊 也感谢东盟有些国家在缅天问题上做出的努力 但是我们看到军方并不会遵守东盟五点的共识 我也非常感谢美国政府的认真态度 关于缅甸的民主 尤其是缅甸法案帮助了缅甸民众 我也仅敦促落实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 并尽快将非致命的援助纳入缅甸法 亲爱的缅甸同胞们 为了尽快结束军方的独裁制度 民主武装同盟军和人民国防军正在战斗 积极的奋斗在最前线 我们不仅仅是反对军方的军事 也是反对军方的政治和经济上也要反对军方 军方也是在利用媒体用来娱乐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节目 来分散公众对人民对NUG政府PDF的注意力的分散 呼吁公众不要被军方给误导 不要听从 不要被军方的这些谎言给引导 由于现在商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痛苦 民安来领导的恐怖集团 这些行为也是非常愚蠢 我们NUG政府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的困难 我们也在时刻的监控这些事情 我想告诉缅甸人民 我们正尽最大的努力 尽快摆脱这种局面 解决这些困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推翻军方的独裁统治 这是唯一的好的办法 尽快绳之以法对这些军方的人员 革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尽快取得革命的胜利 也希望民众积极地支持革命 无论你能够采取何种方式 比如是参加军PDF 或者是就是不去购买军方的产品 主要不作恶都是在帮助NUG政府 让人民会尽早地取得革命的胜利 以上就是这二位的讲话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